嘿嘿嘿,我是Leno 今天要來看這場特殊的精彩賽事 這場賽事是3V3的一個精彩隊集 一開始大家有火焰駱駝 跟一隻刺 所以一開始這個TC 會看得比較快 而且火焰駱駝 一有機會就可以去炸對面的馬 或是去偷抓村民或是炸癢 都可以 都是非常細節的 這個比賽地圖一個 超級細節的地方 好那我們就要來稍微注意一下這個羊的位置 大家的羊可能要小心一點 好那稍微講一下這個文明的部分 Mirror Park這邊是選擇了這個高棉 高棉的話是有1次元農田 那在團戰的話可以出這個奴炮 或者是出這個重裝騎士 做一個兼攻的路線 出奴炮箱的話可能會有點集中性不太足 很難打到東西 所以建議團戰還是打騎士路線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黃色 黃色是米格魯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張地圖很特別 這個每一個中間都是敵人 大家的左右兩邊都是敵人 都不是相連 你看這個紅色是塔套 然後下一個又是道特 道特又是敵人 然後下一個紫色又是右 然後上面這邊是ACCM 每一個相連都是敵人 所以相當危險 好我們繼續講這個 伯根帝 伯根帝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可以在封建時代 就研發城堡時代的科技 天安時代就可以研發 這個封建時代的經濟科技 這邊是要特別補充 是經濟科技 所以他一個跳經濟時代的補充 經濟能力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的遊俠是半將 到了後期他很多能力都會非常強 而且還有這個伯根帝 葡桃園 可以讓他的農田產生黃金 所以伯根帝後期也是非常猛的文明 再來就是他這個寶兵 馬上輕裝騎兵 有這個蓄力攻擊 在團戰來說效果也是不錯的 但是缺點就是需要殘暴殘出 這個慘能可能會差一點 所以到了後期大部分的伯根帝 還是打這個遊俠 然後再配這個伯根帝 革命一波 打個一波會蠻強勢的 那我們之前團戰看到這個伯根帝 都會打出不錯的一個 革命一波流 所以這個在打團戰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對方的伯根帝 有沒有出這個 革命一波 好你看這邊要注意羊 羊可能會被炸 這邊很擔心 這邊如果被炸羊的話 羊跟水牛會全部直接死去 還不能採集 那這兩邊 什麼來說還是不錯的 看一下這邊 ACCN ACCN是這個殺勝 殺勝在團戰的話 實力就強上很多了 可以除這個強奴之外 他可以打這個奴隸兵 所以在打這個中後期的一個戰爭來說 如果黃金樹夠的話 可以靠這個薩拉森 奴隸兵來扭轉這個戰場 但是薩拉森算是從難度 在團戰來說也不是特別強 所以這個有點算因人而異的東西 哇這個炸一波 但是炸村民的很尷尬 村民炸一下並不會炸死 這就是我說的 這個火焰駱駝 不能炸村民 還要去炸這個單位比較好 當然要炸這個殘血村民也是OK的 好那這邊紫色 是這個右 右是緬甸 那緬甸最強的東西 是他這個 那個什麼 飛鏢騎兵 那個飛鏢騎兵超強的 他可以算是騎馬版的 遠距離的遊俠的概念 攻速超快 而且很容易打歪 那打歪就會有這種錯覺 就是他會有擴散攻擊的效果 我們之前影片就有提到 這個緬甸在最近的改版 可以持到這個安息人戰術 所以他對於對抗弓箭 這件事情就變得非常強 所以這個飛鏢騎兵 算是一個實質上的超強Buff 好那緬甸的話 還有這個伐木的 一個免費的升級 那法蘭克是免費給你農田技術 緬甸則是給你免費的一個伐木科技 好那先我們就先看一下一個文明 那阿茲特克是一個南美 南美洲的一個老英國 那老英國最大的特色 是他可以出老英 那阿茲特克老英 攻擊可以到8加9 傷害非常高 那是屬於一個步兵文明 在團戰來說的話 比較會少出到暴勇士 還是比較會出這個英勇士 然後再配上自己的戰毛兵 那阿茲特克的戰毛兵 還有這個直毛器的效果 可以增加一攻 還可以加一射程 非常的痛 所以要小心 阿茲特克的戰毛兵 跟老英的一個突襲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塔套 塔套選的是韓國 韓國的話 挖手速度特別快 那塔弓呢 還可以免費升級 雖然這個劍塔沒有特別強 但是在於升級方面 跟流程上算是比較迅速 可以做出一個防守跟進攻的一個塔弓文明的 那最主要 到後期還是要出這個強弩 加上這個馬戰車 還有托斯車做一個處理 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都升到封建時代 那稍微要講一下這張地圖的細節 就是這個海 有魚可以吃的 所以最好是跟他們這樣子一樣 去補個魚會比較好 但是Viper這邊是沒有補魚的 這邊是選擇強攻路線 所以不補魚 不補魚的好處就是攻兵可以出著找 那這邊塔套 這邊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好這邊想要圍一下 但是Viper有在看 沒有被圍住 好那這邊軍工 軍營好了 就可以趕快下這個射箭場 射箭場還要在10秒才可以下 封建時代還沒有好 Viper沒有吃魚 所以攻兵可以出得很早 那這邊是選擇攻兵出來之後 才去捕魚 哇這個流程不錯 有點推翻我們之前的一個既定印象 就是有魚的這個 那一邊 就應該要第一時間去捕魚 但Viper這邊選擇是 選擇單射箭場 然後單兵工場 還不是雙射箭場 但挖金的人數有點多 所以大會可能還會再下個四集 去做一個買賣 因為Viper這個經濟調整 可能會經濟化太多 然後導致自己有點失調 因為大會他有在投資更多木頭 去捕魚 所以這邊射箭場跟四集 可能會有點難下 不然就是要先下四集 然後再用黃金去買賣一波 木頭跟食物 好會比較好 Viper這邊工兵騷擾 沒辦法騷擾到太多東西 因為工兵數量不是很多 這就是團戰為什麼要下雙射箭場的原因 單射箭場的傷害就是這樣子 然後人家下個單射箭場 毛兵一出來 你這個單射箭場的一個強勢進攻 就沒什麼效果 所以團戰喔 如果你要打工兵的話 還是21匹小工 會比較好 比較不會雷到隊友啦 好這邊赤頭過來救一下 毛兵還是害怕赤頭的 但是這邊也可以出長長兵 但沒有想要出的意思 然後工兵再過來射個一波 還是稍微有傷到 討厚這邊一點的一個村民 村民的血量其實都蠻低的 有點危險 這邊這個毛兵能射掉嗎 還有一滴 好那這邊Viper的進攻 應該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間 中間這塊地方也是可以補的 有非常大量的海豚 海豚在陸地上可以補的 這張圖也是非常特別 陸地上有海豚可以補 很奇葩 那中間呢有一些礦產資源 大部分是石頭 那黃金部分 還是淋散在這種 黃金地帶 就是這個邊緣處 中間都是這個石頭 這個地圖有點像是阿拉伯 但這個比阿拉伯更難打 你要去中間挖黃金跟石頭之外 外圍的地方 你的周圍四處都是敵人 所以這個就是有點 需要考慮自己的進攻 跟防守的一個意識 你不能單純進攻 防守我還是非常注意 所以你上面是不是會有敵人打下來 好這邊想用火焰露火炸一波 但是沒有炸任何東西 右邊老英國開始開戳 開戳右的這邊 防守 上方是ACCM ACCM這邊弄得非常好 直接把自己家裡維持 我們也稍微守一下 比較精彩還是VIPER這邊 進攻來說還是比較兇狠的 超級早期進攻 那米格魯像是沒人理的狀況 米格魯像有點爽 過得太舒服 連魚也可以捕得這麼爽 哇這麼多漁船 巴燒漁船 那ACC 可能要趕快出個火蒙筒 或製暴場去炸個一波 那VIPER這邊還有轉出馬就 出個刺猴去對抗對方的一個毛病 直接反制 那自己弓變得損失了一些 這邊已經有人上到了城堡實彈 就這邊上到城堡實彈 第一時間在家裡下這個城堡 哇這個時間下城堡 一定稍微打飛鏢騎兵了 飛鏢騎兵 對抗對方的鷹刺 效果是不錯的 而且打騎士也好用 這裡稍微圍一下 這裡有洞沒有圍好 這邊時間還有70幾秒 應該是可以直接硬敲敲完 需要一點時間 稍微收村 怎麼會蓋好 趕快跑了嗎 城堡該好 只能收村 那這邊 出這個飛鏢騎士 飛鏢騎兵 就只要挖黃金 跟金礦 挖黃金跟木頭 就可以了 就可以出這個飛鏢騎兵了 木頭需要非常大量 這邊有點被抓包 出火木頭直接被抓掉了 能燒到一些漁船嗎 能燒漁船才是重點 第一時間這邊還是有火木頭 應該可以守住 問題不大 飛鏢騎兵和生產 那韓國這邊跟BIPER的一個較勁 應該是沒問題了 這邊而且還有去騷擾BIPER 兩個碼頭 還蓋下了瞭望塔 哇這個廖望塔 待會回升級成防禦劍塔 這個韓國升級很快 要特別小心 下方這邊 DOT 魚也是吃得爽爽 但是他這邊補得還好 五隻魚場而已 滿中歸中矩 你們看這個飛鏢騎兵 城堡時代 一開始就有12攻了 比騎士傷害高 雖然攻速來說比騎士還是慢了一點點 但是攻速比這個西班阿 增補者 攻速還要更快 比火藥單位的攻速更快了一些 所以打騎士來說效果非常好 而且意義上問題沒那麼嚴重 因為他會打歪 所以會有這個擴散效果的感覺 所以打這攻兵也是同樣的道理 你只要貼得夠近的話 其實連攻兵也能counter到的 好 艾伯爾的漁船直接被燒了一波 艾伯爾可能會防守嗎 可能來不及防守要全部死去了 這邊也不能收漁船 世紀帝國2的漁船不能收 但是世紀帝國4的漁船是可以收進去的 哎呀 沒辦法收可惜 好 那卡套這邊直接被雙面夾擊 艾伯爾夾擊 上面 那DOT下面使用老鷹 直接老鷹爆 抓這個黃金兵 但是上方米格魯 開始有出一些弱馬 來騷擾Viper 那米格魯這邊是伯恩帝 直接大暴農 3TC開下 那塔塔這邊決定 上下被打擊 直接去中間發展 那看來這邊也是直接被捅爆了 應該沒救 好 箭塔直接被死掉 那這邊圍的還不錯 都直接上大石牆 防護賴碩的話應該可以趁一段時間 但是這邊廢鏢西冰過來直接圖農 哇 圖得非常快速 風擊很快 又痛 這就是飛鏢西冰最難纏的地方 基本上飛鏢西冰只能用這個戰毛兵 跟三驢 還有奴炮 之類的單位 那強奴也是可以 但是雖然夠多 但是現在強奴對方效果也沒這麼好 因為他有安息人戰術的關係 遠防變得超高 那免變的遠防 基本上只有1而已 那其實他現在補下 給他安息人戰術 又加3防禦力 就直接給他一個三級防禦概念 所以讓這個飛鏢西冰 存活率更高了一些 上方這個ACCM 強奴直接來這邊斷中間的發展 ACCM打的也是非常的安全 畢竟是自己殺薩拉森 打這個建築物非常快速 薩拉森的攻兵 打建築物傷害很高 你看這個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連這個城蟲都很快速打爆 這邊BIPP沒有打算要棄骸 還在努力的跟塔套這邊做一個對議 兩邊還是想把魚搶下來 肥美的魚還是很多 還有6攤 但是塔套這邊經濟不是很好 下面剛剛被錯了一波 有點稍微斷金 但已經出來挖黃金了 這邊石頭稍微可以挖一下 而且還可以來這邊捕魚 還來這邊撈海豚 上方這邊 這邊這個是怎樣 道特直接拉了一隻英勇士過來解 來燒到這邊村民 從下跑到上面 但是這邊米格路 就也是伯根蒂的關係 這邊自爆船占了一波 全部殘血 那米格路是伯根蒂的關係 所以城堡時代就可以把騎士 升級為重裝騎士 所以重裝騎士在城堡時代的壓力 給的還是蠻大的 廢鏢騎兵這邊由於還沒電王時代 所以還沒有安息人 城堡時代還是非常害怕奴兵的 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這邊重裝騎士過來解個一波 這個沒有進去嗎 這個進去的話可能會很舒服 這邊重裝騎士遠防很高 2加2了 雙防都有 而且血量120滴血 品種也有 不好意思 伯根蒂沒有品種 只是因為重裝騎士多20滴血 我想說奇怪 好像伯根蒂的記者是沒有的 好 那這邊 一遠防點一下 沙拉森 哇 要被針對囉 這個直接被蓋城門 這邊弓兵射飛鴨騎兵很痛 結果沒有要蓋這麼裡面 稍微想要逼對手出來 這個城堡常被射掉 但是蓋的蠻多的 如果再拉少一點人的話 可能會被瞬間射掉 這個城堡應該是沒問題可以蓋的起來 那如果國門被守住的話 ACCM被守在家裡 可能要一段時間才很出場 當然沒有問題啦 他本身是一個靠買賣的文明 靠買賣還是可以上帝王時代的 這就是沙拉森比較OK的一點地方 即使是金礦被斷了 還是有存活機率的 好 上方的一個重裝騎士加到MIPO價 MIPO3TC都蓋得非常接近 這是3TC聯防 那這邊是選擇一個奇異兵路線的感覺 農田傻的蠻多的 騎士一直有在出 但是這邊海戰已經打出塔套了 塔套這邊韓國還是稍微強勢了一點 畢竟是白魄被上下了 兩邊夾擠 那右邊 DOT 反正是主攻中間了 沒有再去騷擾這邊右 跟這個塔套這邊 這邊直接抓掉 這波抓得不錯 稍微回頭看一下 這邊 英勇士一直被追擊 然後被追過來 只能沒辦法 直接回頭打 哇 這個飛鏢騎兵抓得很痛 英勇士在這個團戰來說 最大的確認就是這樣子 如果這方有飛鏢騎兵跟騎士果的時候 就會很難打 好 除非你是乘出老鷹爆 才會打得更好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重裝騎士 直接砍爆 BIPER家裡 BIPER家 還有是高民 可以稍微用房子 躲下村民 村民損失並沒有太嚴重 稍微受創了一點點 BIPER也是不甘示弱 也是有派一些騎士 直接去米格魯家裡燒 當然米格魯家裡 經濟還是不錯的 還是有很多重裝騎士 在家裡防守 哇 戰況很亂 但是阿茲特克的一個 生鋁非常強勢 直接招掉了兩隻騎士 阿茲特克每點一個生鋁科技 血量會再多5滴血 所以到了後期 血量可以到95滴 最高 所以如果阿茲打生鋁戰 也是不弱的 可以有效克制飛鏢 還有這個騎士 這邊炸船炸一波 但只炸到一個單位了 稍微可惜了一點 飛鏢騎士直接過來 但是沒有辦法阻止 怎麼辦 道德這邊如果要抵抗對手的 一個飛鏢騎士只能靠勝率 自己還沒有這個 戰毛兵 可以來防守 而且還沒有帝王實彈 射程也比較遠 哇 這個飛鏢騎士直接無雙 想打誰就打誰 上方這邊打個一波 好 AC線的工兵 直接騷擾 米格魯 但米格魯的一個重裝騎士 還是很強 應該是能全部尻完這坨工兵 所以紅工兵也是大難零頭 全部被抓掉 好 中間這邊 Viper也傾操得出 開始要來中間推進了 但上方這邊 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有點危險 飛鏢騎兵要再過來砍 完蛋了 這要變道特寶了嗎 道特本人的寶 75 80% 80% 81% 83% 停下來了 但是上面這邊有這個 阿茲特克戰船 過來防守 這個應該還是有機會 挖這個炸船直接被點掉 好 Viper這邊 上去打個一波 道特這邊城堡硬蓋 有機會嗎 96 97 98 99 100 誰敗 OK 城堡應該好 大量的飛鏢騎兵直接死去 蓋BK也失敗了 這邊又有一個潛壓 只能宣告失敗 但是道特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村民 哇 這邊在炸船炸個一波 我們再來倒退看一下 哇 這個極美的炸船 他是從哪裡炸出來的阿 我怎麼沒看到 喔 從上方喔 這一張地圖的金蛇就是炸船 中間一定會有很多人在那邊走來走去 炸船就是關鍵 好 這波工兵再過來 米格魯普根蒂 其實數量還是蠻多 但家裡有頭是在準備阿 所以這裡可能如果壓太近的話會有點危險 第一時間工兵要控好 這波交戰 頭車能不能做到點事情呢 炸一發 往前炸 哇 他往後炸 尷尬了 往後炸可能會炸不到東西 炸得不錯 好 頭車還可以被修回來 哇 ACCM直接被勸退一波 米格魯投車砸得很棒 好 這邊有更多清晰兵來過來騷擾 來看到隊友喔 開始蓋劍塔了 然後塔塔這邊選韓國團戰的優勢喔 就是這個劍塔可以一直插得很爽 升級一直升 好 上方更多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加上米格魯騎士直接連動 向來痛擊ACCM的一個薩拉森 薩拉森生生旅招翔能招到一波嗎 好 直接反招對方的一個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招兩隻走 沒有地獄師帶的關係 安息人還沒有 稍微還可以抵抗一下 但是頭子車再過來可能會有點難打 這邊ACCM無力無援 阿茲特克大戰船想要來反擊 但是這邊劍塔的數量其實有點多 但是好像可以直接用這個劍塔 用戰船直接拆掉劍塔嗎 好像有點硬 好 這一波進攻來看一下 頭車開始砸 但是飛鏢騎兵去硬點頭車 好 細節處理得相當不錯 再砸一下 再一下 再一下 哇 還差兩下 很可惜 飛鏢騎兵 過來 但是這邊塔套 箭矢一直在射 不好意思解決掉了非常多的一個騎兵單位 但是自己的攻兵數量有點少 怎麼辦 飛鏢騎兵上來直接硬點 無兵 但是ACCM感覺有點虧 自己的飛鏢損失非常大量 好 等著VIPER看到上面一個連動 好 VIPER也受不了 直接是開土一波 右邊這邊也是 慢慢把兵派了過來 等著有輕奇兵 輕奇兵要來打勝率 看第一時間能收春嗎 哇 差兩步就可以收春 很可惜 VIPER這邊勝率來不及逃跑 好 下方這邊大戰船越煙越多 阿茲特克不打老鷹 反而是打戰船 阿茲打戰船 這個戰船也是特別喔 這個帆船 這個帆船非常特別 跟伊曼帆船這個造型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這邊直接 哇 這個什麼 ACCM直接上去壓寶壓在上方這個位置 這個要是寶壓得起來的話 可以稍微傷到一下米格魯了 但是其實ACCM家裡有點 滿木窗椅阿 有點 有點 有點慘阿 什麼都沒有的感覺 廢鏢起兵過來想要救 但能救得到嗎 頭車砸了一波 可以砸到一村 但是城堡已經蓋好 頭車也是直接爆掉 哇 左邊這邊大遷徙 廢鏢起兵分成兩隊 開始打阿茲特克 下方這邊有蓋幾棟房子 但是沒有繼續做一個騷擾 這邊開始把長城蓋出來 中間一開始要兼顧起來 中間 韓國跟阿茲特克 戰船在互尻 打很久 但這波飛鏢騎兵進來 MIPER也是要大難臨頭 這邊清洗兵直接去塗 哇 這邊直接把 右邊伐木的村民抓個一波 這邊大前襲 這邊又直接在用村民尻這個BK 這個畫面 奇蹟 但是這邊MIPER也是被土了一些村民 直接躲進了房子裡 家裡可能要防守有點困難 預言家裡沒有夠多的騎士 中裝騎士才剛升級 跟上帝龍時代而已 好 這邊騎士過來支援ACCM 哇 戰況非常激烈 下方這邊直接擋了一波 但是飛鏢騎兵怎麼解決呢 很困難 現在可能要憋個一波 阿斯特克跟韓國兩邊還在跳恰恰 上方不要洗兵更多摄像補了過來 這邊直接蓋TC 是要來搶農田的意思了 哇 這個聰明是過來 騷擾進攻的啊 因為ACCM經濟太慘了 被兩國夾擠了 已經半死不慘了 外面黃金也挖不到 只能用這種方式去騷擾 哇 那個ACCM的一個反應也是蠻快的 直接反應出來只有這樣子可以幫到隊友 那確實喔 這個城堡蓋起來 加上這個TC 可以鎖到非常大量農田 好 那阿斯特克上帝龍時代 巨星頭司機也開始拆了 那這邊 Viper被米格魯 加上又的一個雙面夾擊 大量農田不能慘 哇 這時候經典下的精銳飛鏢騎兵 彈道雪加上增兵技術 哇 直接爆TC耶 太狠了 Viper還能守得住嗎 這一波 哇 直接送光 Viper這個騎士 沒有空好 在這邊直接派幾隻騎士 到了右邊 來圖這邊米格魯多黃金村民 也是打了非常多的村民 那上方這邊 這裡有一棟城堡 能蓋起來可以守住一下墓區了 那下方這邊 Viper很正常喔 左邊家裡被TC爆 右邊這邊還被韓國的戰船給淹 很麻煩喔 現在 Viper想去哪裡打都有點困難 現在變假新餅乾了 但是他這邊其實曬也在暗耶 哇 有點猛 這個農田有這麼多的嗎 這邊一定要尻隊友 但是現在要尻隊友有點困難 因為AC線已經半死不慘了 那現在只能靠 靠阿茲了 那阿茲現在要進攻有點困難 因為這邊都是海戰單位喔 要繼續幫上Viper 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除非這邊有老鷹加上衝車 對 老鷹加衝車來了 剛想完就來了 好 那這一波卡因波 Viper的左死已經受傷了 村民樹也是下降非常多 村民樹只撐86村 AC線只有64村喔 非常慘 那這裡最好的還是阿茲 阿茲有100多村 那這邊大衝車撞了一波 可能這邊可以撞出一些東西來 但是右邊AC線想要反擊 TC蓋好直接右邊拆掉 第二地方有巨型頭死機 想拆什麼就拆什麼 那要上電容室單還是有點困難 哇 Viper這邊TC又被爆了一個 Viper只能到處逃難 太慘了 Viper 但是這邊衝車非常精彩 哇 這個老鷹沒有在打村民 好 這邊海戰看起來是打贏了 上方ACCN還在努力蓋TC想要反擊 哇 這邊非常精彩 吐了非常多的一個村民 ACCN的村民慘到 打擊剩下44村 村民已經剩下40幾村了 40村 不到30村了 哇 ACCN這場太慘了 Viper這邊也是不錯慘 但是靠著阿茲的大衝車 跟老鷹補個一波 直接把塔套 打到了一些非常慘的一個總境 塔套的村民是已經這樣剩一百村 但是這邊有這邊常見的兵來防守 常見兵打這個鷹勇士 效果非常好 中間想要蓋城堡 但是沒有蓋起來 84% 城堡蓋了一半 直接被 誘的一個飛鏢騎兵 夾擊 這邊有超級多火戰船 要小心一點 但是這個傷很高 應該是可以直接解決掉火戰船 好第一時間這邊是要來 搭配距離投石機 來做一個兼攻城堡的動作 想來斷米格魯的黃金 這邊飛鏢騎兵過來防守 大量的英勇士過來擋 但是能擋得住嗎 這一波戳進來 傷害看起來不錯 如果障礙的話 英勇士有機會 但是這裡不能撤退 一撤退會輸 哇 飛鏢騎兵還是很強 不會是團戰之神緬甸啊 好藍白普這邊也是努力的 想要來對抗 軍事實機優先拆掉 家裡的經濟慢慢補了起來 村民從60幾村不到70村 很努力在補經濟 待會這邊還在補個TC回來 好但是這邊的火戰船 加上弩炮 有效的克制的對手 把對方的飛鏢騎兵 壓了回家 但是飛鏢騎兵還是打船很痛 哇這個傷害很高啊 這個城堡應該是可以拆得掉 但是船的數量可能不太夠了 好下方更多老鷹過來送 送個一波 這邊稍微有點拯救住塔套 塔套家裡用常見兵 稍微擋住了 那上方是他最後的希望 塔套的一個黃金點 那米格魯這邊也是努力在生存 但是這邊有些田已經被 ACC人給搶了過來 那ACC人村民也回到50幾村 然後就這邊開始有點 有點沒辦法一打三了 飛鏢騎兵的一個OP之處 開始有點被削弱了 但是這邊更多飛鏢騎兵 不如過來可能中間地方趕快跑 這邊這些巨頭機可能要被拆光 上面還有馬戰船 不是馬戰船 這個是奴炮戰船 好古巨頭直接被拆光 終於這個城堡來得及嗎 哇 道特你為什麼每次拉村民 的數量這麼少 這個自爆船是可以炸一波沒錯 哇 這個炸的非常多 這個一炸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次 這怎麼炸的 哇 哇 二十幾隻的飛鏢直接被炸光 雖然道特拉的村民很少 但這個城堡好像還是有機會 第二波的一個飛鏢過來 但是還有三招 炸船又來炸了一波 哇 又炸 哇 又炸 但是能蓋好嗎 九十幾趴 要道特寶了嗎 再炸一波 哇來不及炸 很蛋 這邊穿上去蓋 可能也來不及蓋好 哇 名副起死的道特寶啊 道特終究是道特嗎 又是一座道特寶 OK 量產型道特寶 好 那這邊想要再炸 又炸到一些 欸喔 血兵開始散開了 效果就沒這麼好了 上方viper這邊騎士 對卡安 唉唷 viper的數量怎麼開始多了起來了 騎士數量還是很多 村民宿慢慢往回拉 回到老爸的四村 左邊騎士也一直在多現騷擾 viper的防守 開始回穩了 那下方這邊 道特 開始用自己的長劍秒 加上劍塔 要開始慢慢入新了 那道特這邊發現中間 道特寶蓋不起來 結果反而是在中間蓋一座城堡 又來抵制 道特來這邊搶石頭的一個觀念 那這邊 長劍兵過來 只用老鷹 會有點困難的感覺 但是現在老鷹是87加8傷害 還沒到精銳英勇士 傷害也是有點薄弱一點 而且這邊雙手劍兵了 雙手劍兵傷害很高 砍勞力速度很快 但是一個人海戰術 還是打贏了這些長劍兵 雙手劍兵 但是viper家裡又被吐了一波 這時候米格魯已經憋出了遊俠 遊俠加上精銳飛鏢石兵攻擊15攻 而且現在已經有安息人戰術了 安息人是不是還沒下 這邊防衛還是有點少 2加1而已 安息人還沒有下 哇這邊又忘記嚇安息人了 他可能這次忘記了 這次改版 有給安息人戰術了 飛鏢騎兵 這邊大量直接淹到了佑的家裡 後方村民也是被打爆了 大本儀直接被捅爆 這邊viper村民也是死傷殘重 一大堆的村民直接消失 村民術又銳減至聖氣四村 viper這邊開始在憋這些騎士 要來防守一波 加1的騎士數量其實蠻多的 這裡有依次元農田的關係 即使附近沒TC也沒關係 只要村民過去 還是可以自己收成肉的 這就是高敏的一個優勢在了 好這波看來又要被爆了 TC爆一波 那viper這波能守住嗎 這裡要上了嗎 好很多騎兵籌面包了過來 viper看來要決心要包夾這一波 這一波viper的數量其實蠻多的 血量5120滴對上3600滴 當然這邊飛右行在拉打 遊俠這邊硬尻 這邊還在做一個包夾 那遊俠的部分還在上面硬打 上面可能會打成一個55開 下方這邊飛躍騎兵人一撤退 更多的一個弱瑪標過來 上面能打贏嗎 感覺有點極限 遊俠有點硬 先騎兵傷害其實不高 這邊還是要靠一些TC傷害虛擬補傷害 哇這邊真的是55開 血量非常 非常少很極限 守住打贏了 哇 viper這邊極限守住 下方這邊飛躍騎兵一直被騎兵追著跑 這波viper直接逆轉 家園終於守住了 ACC的村民也開始憋起來 來到68村 蒙古 不是蒙古 阿茲特克這邊衝車持續在進攻 但是這邊老英死光了 只剩衝車了 在這邊更多老英補了過來 想來阻止又挖金礦 英勇士還是沒有升級為精銳的 傷害是有點別扭 沒辦法升到最強 但是下方這邊有更多的衝車 加上英勇士直接反擊塔套 塔套這邊戰船想要過來騷擾 但是這邊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上方這個位置被viper 加上又 加上ACC的那個夾擊 米格魯已經快沒有呼吸了 時間開始出漏嘛 黃金越來越少 哇這裡黃金已經挖完了 黃金越來越少 情況下米格魯能做的事情 可能越來越少了 要靠這個 羅根帝喔 農園喔 還可以打了 不然就是要革命一波 但是現在 對於革命來說 米格魯革命不太好 只有57吋而已 哇靠這飛胶行兵太猛了吧 直接打倒一大堆的戰毛兵 哇 進入射疼完蛋 最近偷司機要白給 好 但是這邊有長香兵 長香兵攻擊很高 4加8 12攻長香兵喔 好 這裡城堡應該是不妙了 好 ipper的信息兵開始在圖塔套的村民 塔套村民也是降至快要不到100村 欸 那這邊目前Yor跟米格魯 兩家的一個村民宿 都只剩50級村而已了 感覺好像不太妙 要直接被一波帶走了嗎 哇 Yor的村民只剩這一坨中間了 明明飛鏢騎兵做了那麼多事情 但是家裡卻爆炸了 好 AC先 開始 有反擊出來的感覺 但是這邊米格魯還是憋出了一隊遊俠出來 ipper只有輕騎兵 輕騎兵 完全打不贏遊俠 這邊可能要撤退 對 但是我怎麼覺得ipper感覺快要輸啦 雖然村民宿還是ACCN他們稍微有點 烈士 但是ipper村民宿他們這邊贏 那感覺好像 只靠阿茲當主力會有點問題 好 這邊 拉到 阿茲的領地 用長江兵解決一些遊俠 更輕騎兵 我覺得ACCN起不來是個問題 這邊 ACCN是最後希望了 ipper撐很久了 那 道德這邊 感覺有點被克制住了 大量的飛鏢騎兵 再度 做一個防守 在這邊火 這邊奴炮彈團數量很多 26燒 這邊被砍個一波 雙手劍兵這邊被抓掉 ipper的一個弱馬戰術 打得很極限 哇這一波再打個一下 哇 長槍兵也是瞬間蒸發 ipper已經要面臨斷鏡的問題 又已經從右邊的黃金挖到左邊的黃金礦了 那 星星兵下來騷擾 但是家裡有長槍兵 左邊這邊再打個一波 ipper的星星兵全部送光 上方ACCN還在出長槍兵 右邊衝車想要再來進攻一波 但是這邊又要再集結一波 免電人再繼續打嗎 感覺ipper他們要斷鏡了也沒有貿易 雖然現在兩邊要貿易也不太肯了 因為現在到處都是敵人 所以現在是看誰黃金挖到最後誰就贏了 好這邊直接上來送了一波 上方衝車也要被點掉 好遊俠過來拆動車輸入非常好 哇更多遊俠直接來痛擊 道特的家裡雖然有長槍兵 但是還是死了非常多村民 這邊這邊全部撤敗 哇ACCN打出了GG 道特這邊也GG了 結果是緬甸這邊贏了 我以為viper這邊守得非常好 還以為這一波可以擋住逆轉 結果沒想到米格魯這邊 又靠這個伯恩帝的農田 產出黃金 然後開始把自己經濟拉了回來 又出了一些遊俠 去痛擊對方經濟 村民直接差點反超 但ACCN出關時間有點晚 偏晚一點 雖然B到96村 但是隊友已經爆炸了 有點可惜啊 唉 如果打到再後期一點的話 我覺得ACCN是有機會出關的 拿來拯救隊 目前看起來 伯恩帝後期的農田效果 還是很不錯的 轉出一些遊俠出來 然後又再努力去挖黃金 再憋更多的一個 飛鏢騎兵 撐出一個大局 總體而言 看起來 ACCN前期被包夾四個關鍵 如果他選擇的不是 薩阿森而是其他文明的話 可能會更好一點 因為薩阿森在前期 只能被包夾甚至沒得打 因為前期沒有經濟加成 一來又被包夾 這樣子其實經濟根本起不來 很容易就被打爆了 後期 其實塔套跟尾爾只要守好 道德這邊 這邊阿茲特克進攻 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BIPER這邊也是 BIPER這邊反而是 也被上下包夾 那魚這部分 還被 道德這邊直接去封鎖 所以肉量還是少了一點點 稍微可惜了一點 如果這個魚拿下來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可以打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看起來 是道德這邊會好一點 四遺跡 遺跡產出黃金非常多 而且阿茲特克遺跡的產量 還會再多一些些 目前看起來第二名是塔套 而不是右 右這邊是強軍事 軍事反而比較強一點點 經濟上沒那麼好 那米格魯這邊 經濟也沒有很好 因為這邊前期 就被騷擾 被這個VIPER 跟ACC 直接夾擠 雖然ACC也爆掉了 也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但是後期來說 伯根蒂的經濟還是會好一點 畢竟這個伯根蒂農莊 一直產黃金的效果實在太棒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